今年5月初 以色列考古學家在大衛城裡 朝聖陸近旁的移動建築物地基 發現罕見的半面銅製油燈 推算是西元70年聖殿被毀時 所留下的古物 我們必須要記住 在70年代後的殺害 我們現在的城市 我們現在的城市 並不再是城市 但是地區的重點 其中一個重點是水 在西元湖上 羅曼人自身建築物圖 以保護水 所以我們開始探索 這個構築物圖 在一層的構築物圖 我們發現一半的黃色油燈 形成一個音樂圖 當地考古學家 也帶領我們進入朝聖陸近 分享半面銅製油燈 當時的用途也意涵 這個燈是在建築物圖 成為建築物圖 以為幸福 保護整個構築物圖 以及在建築物圖 你能夠把另一個層的 連結它 它會顯得滿臉 或者你能夠放在層 放在這個層的 然後燈光 只有一半的銅製油燈 鑲嵌在牆內 也顯示出西羅雅水池 的重要性 它是非常象徵的 形狀 而且它是在建築物圖 歷史古物 以上是顧TV 新聞中心整理報導 在建築物圖 看到 的孔洞 在建築物圖 我們在建築物圖